台日新闻的独家报道 高雄人物区有名潘姓男子遭歹徒盯上 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 窃取车内5万多元的现金 当下恰好被潘姓男子的儿子发现 上前拉扯想要把钱拿回来 没有想到却被歹徒骑机车拖行10公尺 导致全身擦挫伤 警方互报之后也已窃到最嫌火速歹人 蓝鱼男子既消息过去行机可疑 回过头果然要干大事 瞄准路旁车辆打开车门窃取现金 偷窃行径马上被发现 当场被拉住 没想到蓝鱼男子为了逃骑机车 加速逃逸 狠心放任被害人在地上沿路拖行 而时机会到现场 嫌犯锁定目标刑窃后 是在这边拖行了被害人十几公尺 而可以看到这条巷子又长又直 又没有障碍物 似乎也让他成功间接逃走 拉走我爸爸的包包 然后他要插上标记 那我弟就只剩下抓到他的手臂 事发在16号中午12点多 原来被害人是遭窃潘姓车主的儿子 当时和爸爸车辆一前 以后停在高雄人偶去一处工厂前 当下已似没锁车门 遭46岁许姓男子上前 偷走51000元现金 随后骑机车落跑 但被害人为了不让人跑走 被拖行十公尺 犯案过程不到两分钟 我弟弟有没有办法才松手 语气充满心疼 弟弟全身擦挫伤 当场求咒声也大到附近邻居 都听见出门查看 嫌犯疑似早有准备在当地来回出现 几次被民众撞见 警方获报到场也火速锁定嫌犯 过程中造成攀难受伤 但其行为无强暴脅迫 依窃盗罪受理侦办 积极追击当中 而致命许姓窃嫌 据入定所犯下窃盗案件 也不止一件 甚至还有毒品前科 被害人现在就判嫌犯 赶快落网将他审职以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